大家好,我是白电锋医师马克 治疗白电锋一定要遵循科学的路径 选择正规科学治疗方法 如果盲目治疗,不仅会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期 很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加重 万倩,27岁,患白电锋有8年了 2003年时,其左手的骨口处长到一块白斑 因没有重视,便私自从诊所里购买了一些外有药进行涂抹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在使用了这些外有药膏后 本来一小块白斑竟然迅速的扩散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后,他开始四处求医 先是去了济南,治疗无果后又去了北京 但是几年下来,钱花了不少,却没有任何效果 反而整个的双手指、关节、手背都开始出现了白斑 2011年的6月份,经亲友介绍来到我院 来院后,我们为其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白斑处就有了大量的色色点生成 治疗了五个月,双手的白斑完全恢复了正常肤色 好,我是老马,关注我们了解更多案例 感谢观看